一起来看一部韩国惊悚电影 看见恶魔 电影主要讲的是一个变态杀手和一个特工的故事 在下着大雪的深夜 一位女司机把车开到了坑里 她一边等着拖车来救援 一边给自己未婚夫打着电话消磨时间 她的未婚夫是一名特工 此时正在执行任务 突然窗外出现了一位猥琐大叔 说要帮她看看车子出现了什么问题 这荒郊野外的 女司机肯定不敢打开车门 她只好告诉大叔不用了 但女司机觉得不太对劲 这个大叔的车并没有开走 开车凳的时候 猥琐大叔突然出现 挤廊头就砸碎了车玻璃 然后钻进车里 几下把女司机敲晕了 这个大叔是个十足的变态 他杀人不是为了劫财 更不是为了劫色 就是为了体验杀戮带来的快感 女司机告诉大叔 他怀孕了 求大叔放他一马 不说还好 这刚一说 大叔几下就把女司机砍死了 然后把他肢解了 女司机的婚戒也掉进了下手道里 第二天 几个玩耍的孩子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塑料袋 没错 猥琐大叔把女司机扔到了荒郊野外 警察随后赶了过来 果不其然 在周围多处地方 发现了女司机的遗体 女司机的未婚夫小金悲痛万分 他发誓 一定要为自己的未婚妻报仇 回到单位 他向领导请了半个月的假 说要调整一下心情 然后小金找到他的同事 他向同事要了一个胶囊GPS 这个胶囊只要进入体内 就很难被排出来 小金又找到了未婚妻的父亲 伯父通过关系 找到了警方现在锁定的嫌疑的目标 小金把这几个嫌疑人的资料收了起来 看样子 小金是要进行一场复仇计划 他先去找了第一个目标 猥琐男 这个猥琐男 除了每天在家看毛片 就没别的证实 这眼看就要高潮了 结果被小金拔掉了电源 这种感觉 你们自己体会吧 小金抓住猥琐男 就是一顿暴揍 但是严刑拷打之后 他发现这个猥琐男并不是凶手 小金只能放了这个猥琐男 临走时 还对着猥琐男的下面 狠狠的来了一下 第二个嫌疑目标 是个外卖小哥 小金开车从后面 直接撞倒了他 和之前一样 抓住先是一顿暴揍 但这个人 也不是杀害他未婚妻的凶手 小金只能把目标 锁定在第三个人 老崔 老崔就是前面 杀害他未婚妻的猥琐大叔 小金还在想着怎么对付老崔 老崔这边又开始兴奋作浪 他开着接送学生的校车 把一个正在等公交的女人 拉上了车 然后拿出钢管打婚 老崔是我看过电影里 最直接的变态 把这个女人拉回家后 就用狗头杂咔嚓了 小金顺着线索 来到了老崔家里 找到了老崔的父母 父母告诉小金 老崔就是个混蛋 这么大年龄 一天无所事事 不养老不说 还把儿子扔给他们老两口 老崔的父母 也不知道老崔住在哪里 但小金通过老崔的儿子得知 老崔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小金来到了老崔住的地方 他发现老崔的屋里 有一个上锁的柜子 小金撬开这个柜子 发现里面 全部装的是女人的胸罩和鞋子 而且上面还沾有血迹 然后他发现了妻子的婚戒 在下水道里 看到婚戒 小金痛哭了起来 一场宏大的复仇计划 就要开始了 晚上 老崔又绑架了一名女学生 正准备动手 他听见外面有动静 出来后 他发现小金站在那里 老崔看着小金一个人 拿起镰刀就冲了上去 但老崔根本不是小金的对手 急下就被小金制服了 老崔也昏了过去 但是小金并没有杀他 而是把胶囊GPS 背到了老崔的嘴里 然后一脚踩断了他的胳膊 不一会儿 老崔醒来了 他痛苦万分 胳膊也被踩断了 而且他还发现 小金留给他了一个信封 打开信封后发现 里面全部是钱 这是几个意思 不杀我还给我钱 老崔觉得 这个小金可能就是个神经病 他没管那么多 先跑到路上 拦下一辆出租车 这辆出租车上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也是坏人 是两名劫匪 他们还打算对老崔下手 但老崔本来就是变态杀手 他感受到了这两个人的杀气 还没等他们动手 老崔几下就解决了这两个劫匪 然后开着出租车走了 因为伤还是比较严重的 他来到医院治疗 老崔见到医院的小护士 长得挺漂亮 这又让他起了色心 他威胁这个小护士 而他所做这一切 正在被小金监听着 正当老崔要施暴的时候 小金冲了进来 抓住老崔又是一顿揍 这次就不是断手这么简单了 这次他把老崔的脚筋也挑断了 这可有点太疼了 等老崔醒来后 发现他睡在出租车上 手脚居然也被包扎好了 老崔想到自己是不是被跟踪了 为什么走到哪里都能被小金碰到 他开始到处找 却什么也没发现 这可逼急了老崔 他又想找人开刀邪问 他开到了一处山路 拦下一辆车准备动手 但停车发现 车上坐着满满的军人 这就让老崔有点尴尬了 只能乖乖的走了 而这时 小金也接到了伯父的电话 伯父告诉小金 差不多就行了 警察现在也在抓老崔 让他务必要小心 小金只是说 我有我的打算 老崔现在也没什么地方可去 他来到了好朋友小胖家里 小胖和他一样都是个变态 也是专挑女人下手 小胖告诉老崔 折磨你的人可能和我们一样 不喜欢直接要人命 而是喜欢那种捕猎的感觉 所以才把老崔抓了又放 放了又抓 因为这样 两次老崔都没有死 说到这里 老崔觉得小胖说的有道理 晚上小胖又开始准备 对另一个女人动手 但小金突然出现在了小胖的旁边 小胖也终于见到折磨老崔的这个人 但他哪是小金的对手 还没出手 小胖的手就被小金掰断了 听到声音 老崔也赶了过来 拿起枪 就朝小金开了一枪 小金可是特工 伸手很舍了得 瞬间就逃脱的不见了踪影 然后小金又翻上楼 把小胖狠狠的打了一顿 老崔拿着枪 也走了上来 小金拿出他早已准备好的暗器 埋伏了老崔 然后抓住老崔 一顿胖揍 这次又把老崔打进了医院 小金的同事也劝小金 差不多就行了 让警察去处理吧 然后突然说起了GPS的事情 小金让同事不要说出来 怕老崔听见 同事却告诉他 老崔吃了药 睡得很死 殊不知 老崔这时正在装睡 果不然等他们走后 老崔就跑了出来 他知道小金能听见他的一举一动 他告诉小金 游戏现在才真正开始 他要让小金知道 什么叫绝望 老崔跑到药店 买了一大瓶解药 然后吞了下去 还顺手杀了药店老板 老崔这时已经丧心病狂了 经过老崔的一番努力 他把GPS拉了出来 小金这时也没办法定位老崔了 小金又回到医院 找到了正在昏睡的小胖 他想问出老崔一般会去什么地方 小胖告诉他 老崔是个顶级变态 他一般的做法是 会杀掉你家里所有人 然后去自首 你永远让他没办法 果然老崔来到了小金的伯父家 几下把伯父捶死了 然后还奸杀了小金的小姨子 事情越闹越大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 让小金搞得越来越复杂 还搭上了这么多人命 果然老崔杀掉伯父和小姨子后 去自首了 但小金并没有给他自首的机会 他开车带走了老崔 他把老崔绑架到了他的家里 其实小金确实和老崔一样 都有这种虐杀的倾向 喜欢捕猎的感觉 他们又直接杀死老崔 就是为了折磨他 他打了一个很特别的结 等一会有人来开门的时候 老崔就会被自己的狗头杂咔嚓掉 最后杀死老崔的正是自己的家人 小金也在路上痛哭了起来 我本以为小金实行完自己的复仇计划 会高兴 但是并没有 为了他别样的复仇计划 他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为大家结束到这里 如果喜欢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吧